大家好 我是星期日報 今天是2002年11月23日 星期三 我懷疑我中了一些Omicron 嘩 我現在聲音不知道要幹什麼 報了一宗新聞就算了 自從北京強推港區港版國安法之後 不少民主派的人士相繼離開香港流亡海外 包括我 當中包括外號滑鼠亮亮的鄺仲晴 他曾經在2015年發起集會 反對俗稱網絡23條 《日版權修訂條例》 並在2019年陪黃之鋒去德國 呼籲國際社會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 鄺仲晴在2020年7月 港區港版國安法實施後 流亡海外 去德國讀書 並積極為香港發聲 目前只是擔任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的香港倡議統籌 他近日透露今年9月 華盛頓參與對華政策國際會議期間 他家人被香港警察傳召到警察文化 去警署文化 除了刺探的情況之外 更警告他 他海外的家人 不要回港 他和他海外的家人不要回港 曠仲晴 曠仲晴說 香港警察文化內容 不是百分百知道 但有關問我的事情 問我是哪裏 我回港後會拘捕他 亦有說 如果有家人身在海外 你都不要回來 他的語氣類似 你小心點 你看路 江重靖說 警方去年曾傳召他家人 但他不了解當時文化的詳情 而他近日在台灣出席奧斯陸 自由論壇的時候 亦收到滋擾的訊息 指他放下香港的同事 不顧 在香港玩得很開心 近期人權組織保護衛視 在海外發表報告 披露在中國全球三十幾個國家 設立了五十四個海外服務中心 威逼你有海外的異見人士 回到香港 抗重情意識到 中共正是以一系列不同的方式 建立緊密監控和打壓網絡 針對海外的異見人士 包括利用他國內家人 軟難兼才叫他回國 利用留學生互相監視等等 他批評香港當局 只是全盤接收這些打壓的計劃 作為新在海外的學生 他要公開這件事 剛重情說他很少跟家人聯絡 他們對他的工作很少知道 關於警方傳召的情況 都是通過其他人轉達 這些威脅對他影響有限 他表示很多香港人都受到不同程式的滋擾 比如跟蹤和網絡攻擊等等 不過他相信他是正在做正確的事 對不起我 訂了 記得按LIKE 不是還在做Omicron 我不說了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製造的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